食品中毒酿两死极为罕见 现在也传出背后疑点重重 市议员游淑慧在脸书发文指出 保龄用餐出事的案例 3月19号两起 3月21号三起 22号四起 23号三起 中间却有一天3月20号完全没有中毒案例 呼吁比对当天工作人员的操作方式 保龄茶室的两间店都是同一家果条货源 饶河店没事信义店却多人中毒 让检警怀疑不单纯 保龄茶室不止负贫多 如今员工更爆出 老板积欠薪水连电话都打不通 因为我是这边员工 他有欠你吗 有 也有 会不会是员工不满欠薪报复 检调也约谈店长经理和厨师 厘清19号到23号的上班颁表 不排除人为下毒的可能性 保龄茶室在3月31号即将约满结束营业 营业的最后阶段 Google一新评价频繁出现 还有民众反映餐点品质下降 豆腐有腐败酸味 甚至连青菜都已经烂掉 有网友推测 如果不是人为下毒 会不会是故意清库存 或是管理松散才酿下这两起死亡悲剧 三星国室王佩华台北采访报导